10月20日晚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在科维纳市举办欢迎江苏作协访美代表团座谈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古今 乔务组长汤长安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协会长北奥 监事长叶周 副会长黄宗之 秘书长李山 以及洛杉矶华文作协的部分会员参加了座谈会 古今致辞欢迎国内的作家朋友 赞扬了洛杉矶作家协会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今天来自中国的作家和美国洛杉矶的华文作家 一起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我想这种形式非常好 海内外的华文作家可以共同的促进 华文在全世界的普及和发展 共同为世界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我们很高兴聚集在一起 欢迎中国的客人 他们是江苏省作家协会访美代表团一行 由他们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王硕先生带队 另外我们有他们协会的王牌杂志 宇花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刘春林先生 还有中山杂志的责任编辑李翔先生 另外有江苏省四名非常德高望重专业的作家和编辑 江苏省不仅是一个经济大省 而且是个文化大省 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十九大召开刚两天 他们的紫金杯颁奖仪式已经开了 最美江苏人和他们的语花中魂 开展了很多的活动 海外的作家也愿意加入到大的行列当中去 有更多的作品在大陆的民杂志上发表 协会的会员每个人投稿 我们出了一个海外作家的故乡集 就是说海外作家和国内的作家的心相连 我们共同为一个主题 为中华文化复兴做共同的努力 江苏省作协访美代表团一行六人 由作协书记处书记王硕带队 五位江苏省著名专专业作家编辑 包括语花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和中山杂志的责任编辑 此次到洛杉矶考察与华人作家结缘 与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 我觉得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文学 我们想通过文学这个渠道 以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建立稳固的文化交流平台 让全世界的华人在文学这个平台上团结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很高兴 这次我们带着我们江苏作家协会的六位作家 到美国来到洛杉矶来 以我们的华人作家进行文学交流 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 以美在美的华人作家 集集社文化社会团体 建立一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平台 为将来两地的文化交流 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们协会有很多小说家 出了很多的小说 也有很多诗人 希望他们的作品 也能够被国内的这些读者认识和接受 所以希望这次合作非常有建设性 而且也希望有很好的成果 座谈会上江苏省作协和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协 相互介绍了各自在文学创作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 王硕特别介绍了江苏省的王牌刊物 《雨花》和《中山》杂志 更希望看到更多的 由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作品 刊登在江苏的刊物上 参加座谈的洛杉矶作家 和来访的江苏省作家 编辑进行了文学创作方面 面对面的探讨与交流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 Covina市的采访报道